第四十一集 仔细盘算停荡了 才起身理了礼衣裙 步履端庄地往陈心院去了 陈心院里周夫人刚从瑞轩堂回来 没多大会儿 正歪在榻上 闭着眼睛歇息着 一个小丫头半跪在脚榻上 用美人锤轻轻地给她锤着腿 周嬷嬷轻手轻脚地进来 接过小丫头手里的美人锤 挥手赤退了小丫头 侧着身子坐到踏檐上 轻轻垂了起来 周夫人睁开眼睛 看见周嬷嬷微微笑了笑 又闭上了眼睛 周嬷嬷轻轻地敲着美人锤 带着笑 小心翼翼地说道 夫人哪 要操心的事太多 今儿面色像是不大好啊 周夫人缓缓叹了口气 周嬷嬷也跟着叹了口气 仿佛极为难地接着说道 有件事啊 也不敢不跟夫人禀报了 可若是说了 奴婢又怕惹夫人生气 周夫人睁开眼睛 看着周嬷嬷微微皱了皱眉头 说吧 这几年 我万事啊 都看得开了 还有什么事 能让我生气的 说吧 周嬷嬷陪着满脸笑容 夫人这几年呀 倒真是越发豁达了 这是夫人的福祉 昨儿下午呀 前院滚花草的前婆子跟我说 像是看到表小姐 往梭罗拐过去了 周夫人顿了顿 周夫人猛然睁开眼睛 直直地盯着周嬷嬷 周嬷嬷顿了顿 周夫人猛然睁开眼睛 直直地盯着周嬷嬷 周嬷嬷满眼忧虑地 看着周夫人 接着说道 我想着呀 这平白无故的 表小姐往梭罗馆那边 做什么去了 就留了信 赶紧到梭罗馆外房门那 找当局的婆子问了 那婆子说呀 周嬷嬷为难的顿住了 周夫人坐直了身子 直盯着周嬷嬷问道 说什么了 嗯 说是表小姐呀 带着个丫头进去了 我想着 这必是夫人或是老祖宗有差遣的 也没在意 晚上啊 到垂花门巡查的时候 就顺便问了问当局的乔婆子 谁知道 那乔婆子竟说她没看到表小姐 从垂花门出去过 周夫人气息有些不晕起来 盯着周嬷嬷眼神里 带着些犀利来 周嬷嬷 周嬷嬷暗暗 舒了口气 笑着 接着说道 我想着呀 必是那乔婆子 没好好地当差 就要隔了她的差事 那乔婆子呀 就哭天喊地地 叫起状天驱来了 非要去找小表姐 给说道说道 结果 周嬷嬷面色古怪起来 结果呀 表小姐竟让东墨 赏了乔婆子五两银子 死咬着 她家姑娘从来没出去过 也没去过前院 东墨呀 苦苦求着乔婆子 求着她呀 跟任何人 别提起这事 那乔婆子 是个胆小怕事的 哪里敢瞒这样的事 回来呀 九一五一十地跟我说了 连银子的事啊 也没敢瞒下半分 周夫人眼眶 微微缩了缩 紧绷着脸 盯着周嬷嬷 周嬷嬷痛心地叹着气 唉 原本呢 我也没敢多想 可这平白无故的 表小姐 一赏就是五两银子 那梭罗馆的婆子呀 可是亲眼看见 她进了院子了 夫人知道 嘴儿个呀 表少爷和周公子 早早地就回来了 夫人 这事儿 唉 这样的事儿啊 哪里能怠慢半分的 今儿一早呀 我就让人细细去打听这事儿了 这可关着 咱们谷家的声誉呢 周夫人气息急促起来 急忙抬起手 一巴掌挥在了周嬷嬷脸上 周嬷嬷捂着脸 傻住了 周夫人喘着气 手指微微颤抖着 指着周嬷嬷喝马道 你一个奴才 犯了你了 表小姐 也是你能查的 主子的一言一行 要你个奴才管着 我敬你是个老人 到敬出幺额子来了 你一个下贱奴才 没凭没据的 竟敢编排起主子来了 竟敢明目张胆地 查起主子的行踪来 赶明 你是不是要查到我头上 查到老祖宗头上去 我再好的信儿 也容不得你这样 欺主的奴才 来人 兰若带着丫头婆子 急忙进了屋 垂手等着吩咐 周夫人喘着粗气 抬手指着 跪倒在地上 一脸错愕 茫然 不知所措着的周嬷嬷 满脸恨意地吩咐道 我若饶了你 明儿这府里 就能返了天去 满地谣言了 拖出去 给我打二十棍子 两个婆子 上前拖着周嬷嬷 就往外走 周嬷嬷恍顾神赖 恐惧的声音 尖利着求饶着 夫人 夫人 饶了奴婢吧 我再也不敢了 奴婢错了 夫人饶命啊 旁边的婆子 迟疑着 看着周夫人 周夫人 恨恨地 捶着她 叫道 拖出去 拖出去 旁边的婆子 忙上前 堵了周嬷嬷的嘴 用力 拖了她出去 周夫人 喘着气 转过头 看着兰若 狠狠地吩咐道 你去叫那些奴才们 都进来看着 给我吩咐下去 谁再敢欺主 谁再敢乱嚼蛇根子 立即乱棍打死 兰若身子 微微抖动了下 恭敬地 答应着 退了出去 周嬷嬷挨打的是 风一般地 传遍了 古府各处 李老夫人 听了翠莲的禀报 眼皮也没抬 笑着 轻轻摇了摇头 哼 若是往后 长点心眼 也算不枉 这一顿棍子 翠莲 陪着笑 听着李老夫人 仿佛自言自语的低语 心里 微微动了动 东墨 眉飞色舞地 和李小暖 说着热闹 李小暖 歪在榻上 一边吃着幸福 一边拿着本书看着 东墨 嘟起嘴来 哎呀 姑娘 你到底听我 说话没有啊 听着呢 你说就是了 李小暖 心不在焉地 点头说道 东墨 探过身子 伸手夺过 李小暖手里的书 这么大的事 姑娘 也要听我说说 才好呢 李小暖 咬着嘴里的幸福 笑着 直起身子 摊着手 说道 不就是周末末 挨了打吗 又不是什么大事 怎么不是大事 兰若 可是传了夫人的话了 周末末呀 是因为 妻主才挨得打 谁都知道 周末末 妻的可是 姑娘这个主 嗯 那又如何 李小暖 漫不经心地问道 东墨 挚了挚 无奈地 看着李小暖 叹起气来 唉 周末末 都挨了打 往后啊 看谁敢 看清姑娘半分去 傻都墨 你呀 就当今天 这事没有发生过 往后呀 还要再多分 小心才好 李小暖苦笑着 叹起气来 今天这事 必是从昨晚 乔婆子那件事上 言过来的 那周末末呀 大约是认定 我私下里 去了苏罗馆 想着 我必是有所图谋 和夫人拿 告状去了 不过呀 是吃亏在 不小心上头 一时地失手罢了 东墨嘟着嘴 有些不服气地 看着李小暖 李小暖 闲闲地 歪在榻上 又捏了块杏脯 放到嘴里 接着说道 夫人呢 是怕拔出萝卜 带出泥来 你真当 是因为 周末末其主 我是老祖宗 捡来的野丫头 是依附着骨架 求个暖宝的姑女 这身份呢 变不了 别的呀 也都跟着变不了 再说了 如今这日子 没哪一处不好 人呢 要知足 心比天高 就只能 命比纸薄了 东墨想了想 也跟着 心平气和地 笑了起来 姑娘说得对 姑娘这身份呢 摆在这里 如今这日子 还真是 没哪一处不好的 敢给姑娘 使绊子的 姑娘想教训她呀 她就挨了绊子了 李小暖 扑的一声 差点把嘴里的 性谱喷了出来 忙坐直了身子 点着东墨说道 哎呀 胡说什么 她挨打 关我什么事 东墨笑得 前仰后合 拍着手说道 哎呦 我就爱姑娘说这个 什么低调 李小暖 白了东墨 俯身拿过书 自顾自看着 不再理她 乘客和周景然 还是带着 古霄四处晃荡着 没有半分离去的意思 李小暖心思放宽下来 也不再理会 两人走不走的事 反正走不走 与她 也没有半分影响了 眼看着 二月划过 三月临近了 周景然和乘客 兴致勃勃地盘算着 要去灵应寺 后面的应山上 看头花去 古霄秉了李老夫人 长随小丝 带着酒水点心 等等各色物品 一行三四辆车 十几匹马 悠然地往灵应寺方向 晃了过去 走了差不多一个时辰 一行人 从灵应寺偏门 进了寺里一处 相访小院里 小院里早就收拾停到 乘客等人下了马 在小院里 慢慢地喝了茶 歇息了一会儿 才起身 带着长随小丝 穿过寺院后门 沿着曲车的山路 往应山上走去 应山是上里镇周边 最高的一座山了 越州的山 都是既不高 也不咸 多以翠绿 清秀渐长 其实倒更像是一座座 清脆碧绿的高大土丘 说是山 倒有些委屈了山子 三人一边欣赏着周围的景致 一边缓步往上走着 走了小半个时辰 就到了半山腰一处亭子里 周景然停住脚步 站在亭子里往四周看着 伸展着手臂笑着剑一道 咱们就在这里写一写 观风赏景 你们看 这样看去 漫山遍野的青红粉紫 如同烟雾一般 如云如霞 美极呀 乘客并肩站到周景然身边 欣赏着周围的景色 古霄也走到亭子边 往外探看着 周景然仿佛想起了什么 用扇子掩着脸 轻轻笑了起来 青红粉紫 粉黄嫩绿呀 说着 转身看着一身白衣的乘客 收了扇子 轻轻拍着手掌说道 那些粉嫩黄衫 丢了真是太可惜了 乘客 眉灵跳了跳 转头看着周景然 慢腾腾的说道 青红相过 倒也不算委屈了你 周景然轻轻咳了几声 啪的打开折扇 黑黑笑着说道 哈哈哈哈 伤景 伤景 如此美景 不可错过呀 古霄有些莫名其妙地看着两人 乘客也摇起扇子 悠然地看着 慢山的桃花 古霄也转头 欣赏着 满山的桃花 手指在衣服上 轻轻动着 仿佛在描画着 眼前的美景 三人沉默了片刻 古霄笑着说道 前年 暖暖说了一句诗 让我画出来 我到年底 也没画出一幅好的来 周景然转过头 笑容满面地问道 哦 什么诗呀 说来我听听 乘客也转头 看着古霄 宁神听着 古霄笑着说道 就一句 人面桃花 相映红 人面桃花 相映红 周景然慢慢念着 拧眉想了半天 转头 看着乘客问道 诶 这是谁的诗呀 我好像是头一回听书呀 你读过没有啊 乘客仔细想了一会儿 慢慢摇了摇头 古霄笑了起来 我也没听说过 暖暖说 他也记不得 是在哪本书里 看到过的了 也就只记得这一句 乘客狐疑地 看着古霄问道 你不是说 他只念到了 又学穷林吗 怎么他读过的书 你倒没有读过的 暖暖虽说 只念了又学穷林 可是暖暖最喜欢看书 什么书都喜欢看 外书房的书呀 他都快看遍了 现在呢 经常去书楼里面找书看 暖暖说呀 他只要有书看 就心满意足了 他看了多少书 我也不知道 古霄弯着眼睛笑着说道 周景然眉梢轻轻挑起来 协替着乘落 满眼的笑意 乘客斜着周景然一眼 转身坐到竹摇椅上 端起杯茶 看着远山的景色 慢慢喝了起来 周景然示意着古霄 也坐到椅子上 三人静静地喝着茶 欣赏着这山间美景 享受着这份 诗情画意的闲暇 周景然半躺在摇椅上 慢慢晃着 半晌才叹息着感慨道 若再有朵 玲珑剔透之结语花 人生夫妇和求呀 小柯呀 不行 乘客眼眶抽动了几下 狠狠地断然拒绝道 周景然叹息着 伤感着往后倒去 好好好 如此美景 让人好生伤感 好生伤感 乘客脚翘得高高的 慢慢品着茶 仿佛没有听到周景然的抱怨 古霄挠了挠头 客表哥和周大哥 总喜欢说这样 没头没脑的话 周景然叹息了一会儿 撑着椅子扶手 站起来 往左右看了看 抬脚往亭子外走去 折几只桃花回去插瓶 乘客忙跳了起来 紧跟在周景然后面 周景然回头看着乘客 用折扇轻轻敲着他的肩膀 笑着说道 诶 我不过折几根桃花 这里能有什么东西的 不用你跟着 小心这些好 周景然笑着摇了摇头 两人一起出了亭子 往旁边一株怒放的桃树走去 乘客和周景然 并肩往亭子外晃去 远山和清平等几个小厮 也跟了出来 稍落后半步 成半圆形散开着 小心地跟在后面 周景然晃到桃树下 围着桃树转了一圈 挑踢着 不是嫌这一只粗 就是嫌那一只太过直白 横树没有看中的 又晃到另一株桃树下 一连看了好几株 也没有找到何意的树枝 乘客摇着折扇 跟着他往前晃着 见哪只都说一个好字 周景然仰头寻找着 众意的桃枝 突然从离他不远的 石边山石后 猛然窜出一个黑影来 如立剑般冲着周景然射了过来 乘客比黑影略慢了一丝 纵身跃起 冲着黑影直扑了过去 远山和洛川紧跟着乘客 扑下黑影 清平 静安和南海 扑到周景然身边 团团地将他围在中间 乘客右手的折扇 和黑影手里的短剑碰到了一处 发出尖锐刺耳的金属碰击声 乘客手里的折扇瞬间碎开 右手已经从袖子里 顺出柄寒光灵灵的短剑来 几乎是同时刺了出去 远山和洛川也扑了过来 挥着长剑持刺过去 仿佛只是眨眼间 黑影身上就多了几个雪洞 喘息着尾顿在地 片刻功夫就没了声息 周景然脸色铁青 往尸体旁走了过来 乘客伸手拦住他 推着他离开了两步 远山和洛川用常见熟念的 滑开挑去黑影的衣服 用剑剑拨动着 一寸一寸地仔细查看着 然后用脚把尸体踢翻过去 把背后也仔细查看了一遍 转头看着乘客和周景然 低声禀报道 很干净 此事 乘客点了点头 回身看着周景然 低声说道 又是这种圈养的此事 极难查出呀 周景然紧紧攥着手里的折扇 眼神狠利地盯着寸里不着地 浮在地上的尸体 声音冷冽地 滴滴地说道 茶 还用茶呀 除了那个蠢货 谁还能养出这样的蠢货 周景然眼角抽动着暴怒起来 猛地将手里的折扇 砸向地上的尸体 压抑着声音 滴滴地吼道 他还不放心呀 还不放心 非得我死了 啊 畜生 人渣 乘客的脸色也灰暗下来 伸手抓住周景然的肩膀 护着他往后退两步 沉默片刻低声问道 埋了 哼 剁碎了 喂狗 周景然恶狠狠地咆哮着 乘客轻轻咳了一声 挥手示意着远山和洛川 远山和洛川 无奈地对视了一眼 只好挥着长剑 分解起尸体来 乘客 推着周景然 往亭子里走去 哎 别看了 咱们回去吧 周景然的暴怒 渐渐消去 垂着头 满身撩落地 和乘客并肩 往亭子里走去 乘客转头看着他 想了想 轻声安慰道 你想开歇 这个 哎 想开歇吧 总会好起来的 周景然垂着头 闷闷地往前走着 也不接话 半晌 顿住脚步 转头看着乘客 强笑着说道 哎 你说 我要是出家做了和尚 他是不是就能放心了 就能放过我了 乘客挑着眉头 苦笑起来 做和尚 亏你能想得出 你要是想做和尚 我陪你去 周景然笑了起来 轻轻捶了捶 乘客的肩膀 两人一起 并肩进了亭子 古霄脸色苍白着 昆河护卫着他 见乘客和周景然 进了亭子 才和清平南海一起 退到亭子周边 警戒着 乘客争了争 笑着上前 拍了拍 古霄的肩膀 轻松地说道 下着了 没事 一个小毛贼 大概是 看中了你周大哥 帽子上的那块玉 不知死活地 扑过来抢 没事了 算不得是 古霄惊恐着 疑惑着 点了点头 周景然笑盈盈地上前 敲了敲 古霄的额头 笑着说道 一个小毛贼 就把你吓成这样了 嘿 真是个孩子 好了 递你个表哥的 没事了 咱们回去吧 让个小人坏了兴致 三人出了亭子 在几个小厮的拱位下 往山下走去 进了灵应寺院子 周景然落后半步 微微示意着乘客 乘客会议 吩咐了小厮肠随 收拾东西回去 拉了古霄 往旁边站了站 笑着说道 小弟 今天这事 回去啊 就不要和夫人 老夫人说了 这样的小事 用不着惊动他们 古霄迟疑着 仰头 看着乘客 低声说道 可是 死了人 万事有我呢 你放心 你只记得 这事 就当没发生过 别跟别人提起就是了 周景然 躲着步过来 拍着古霄的肩膀 笑着说道 咱们男人哪 要有胆子 有担当 这样的小事 说了 无非让两位夫人 多些无所谓的担忧罢了 周景然 微微弯下腰 态度及亲密地 浮到古霄耳边 低声说道 女人都胆小 你说了这事 把你祖母母亲吓着了 王后呀 可就不敢放你出来玩了 可千万不能说 啊 古霄重重点头答应着 哦 我知道了 周大哥放心 我保证不说 乘客松了口气 周景然笑容满面地 直起身子 看着乘客 眨了眨眼睛 乘客和周景然 看着古霄 进了垂花门 才转过身 沿着花间小径 往梭罗馆走去 周景然 阴着脸 沉默着走了几步 转头看着乘客说道 明天起乘回去吧 乘客点点头 顿住脚步 抬头看着前面树上 跳跃欢叫的鸟雀 轻轻叹了声 转头看着周景然 低声说道 我想着 必是京城出了什么事情 咱们路上赶一赶 早点回去吧 周景然点头赞同着 拧眉仔细思量片刻 也不必太急着赶路 京城有舅舅在 出不了什么事 看这样子 若有事 也是好事 乘客想了想 轻轻摇着头 笑了起来 这倒是 大 乘客顿回了后面的 用手掩着嘴 咳了起来 周景然斜踢着他 慢吞吞地说道 大哥太小气了 明着暗的好事 不管大小 都得占拳了 少占一心半点 就得暴跳如雷 这必又是什么 好处没让他占拳的 乘客笑着 直不答话 周景然重重地叹着气 转头看着乘客 狠狠地说道 你这人 什么都好 就这一样让人厌弃 跟舅舅一个模样 要是跟皇家沾边的事 一个字也不肯说 你跟我 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到底还是小暖暖 客人意儿啊 乘客恼怒地转头 瞪着周景然 周景然看着 恼怒起来的乘客 哈哈大笑着 悠悠然地 往梭罗馆走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